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在首相当中,如果是三条主线 也就是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 其中有一条出现这种锁链状的温度 比如说感情线成锁链状 那么自身的感情方必然是起伏不定 因缘的运势很难圆满 如果是生命线有锁链状的 说明自身的千天的体质比较弱 小病小痛麻烦不断 越到中年,病灾就越多 如果是智慧线出现这种锁链状 表示神经过于敏感 想得多、做得少、疑心重 对感情缺乏信心 这是一个 如果是手的纹理看起来一点的不利索 整齐,显得很杂乱无章 那么这样的掌型 这样的纹理比较直 没有什么弧度 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呢 应该是我们说纹路呢 应该要清晰 带点弧度 伸长为好 如果是说 只是清晰 不过纹路比较杂乱 像这个就比较清晰 但是呢 比较杂乱 并且呢 没有弧度 代表也是繁心事比较多 性格方面呢 也是多愁善感 遇到问题呢 容易犹豫不决 唯唯诺诺诺 又是一个被生活压倒的这种人 婚姻感情方面呢 也是容易不如意 如果是不尽早解决这个运势方面的变化 身体健康方面也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是纹路比较直 比较杂乱的一种特点 我们看这个手指修长 对家庭的有责任心 但是呢 辛苦劳碌收获不多 容易受到有一些意外的灾害的这种经济损失 中满年呢 有成功的机会 感情线还是比较杂乱 这个智慧线呢 这个也是比较乱 比较粗 你看初期这么乱 有这么大一个导文 心神难宁啊 容易胡思乱想 容易急躁 容易在感情上发脾气 脑情绪 还需要多以克制自己的负面思想 那么否则婚姻也是难以幸福 这个生命线很浅很淡 需要注意身体健康的问题 这是三种 不太好的手向特点 如果是用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